今年五月初开始由新北市卫生局指导民间护理之家来承办的巷弄长照站开跑 由承办单位与礼办公室进行合作 打造像长者关怀据点一样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节目 对此里长也说在这个大楼林立的新市镇当中 更加鼓励长者可以多多走出户外活动 一群阿公阿嬷跟着老师一起做运动 在淡水区坎顶礼太子庙旁边 今年五月初开始由新北市卫生局指导 由民营的护理之家来承办社区整体照顾服务系统 西级单位向用长照站开跑 由承办单位与礼办公室合作 打造像长者关怀据点一样 每个星期都有不同的节目 邀请讲师或者是体能运动来增进长者健康 对那我们最主要我们会希望说来到这个据点 是因为只是一个宣导期 对对对对那最重要是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这边的黎明 我们堪顶区的黎明这边的长辈们 大家都可以出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那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 对那因为我们都会申请 我们就会邀请一些讲师 营养师副理师 对互健师都可以 对还有一些我们像 现在的老师这边就是一个动健康的老师 对对对 让大家能够一起活动 护理之家表是今年五月开始的第一场活动 接下来每个星期一到五 在固定的公告时间地点都会有适合长者的聚会活动 不仅如此到了中午还会有共餐 对此里讲也说在这大楼林立的心虚症当中 更鼓励长者可以多多走出户外 真好不仅如此 大家出来 医疗介绍 还有对健康的帮助 对对对 很好啊 运动 还有他讲那个讲座啊 讲那个肝啊什么啊 都很有道理 首先我们非常感谢可欣我们单位 就是能够协助坎顶礼来办理这样一个长照的一个活动 能够让我们里内的长辈能够走出室内 然后大家出来互动 也可以获取一些很多的健康的一些讯息 那我们之后会在我们的家天下 对一楼那边做一个社区的一个服务 那我们是礼拜一到礼拜五 对那我们会希望说大家都能够过来 许多长者首次参加都觉得很新鲜 而未来也会常常找三五好友一起来参与活动 里长说让长者可以动一动促进身体健康 不迟还可以学习新的相关积蓄 让阿公阿嬷不只是在家里面还可以走到户外 与其他长辈聊天相聚 打造更美好的英法生活 记者是卢一 内学采访报导 如何这样 谢谢大家